如果当时火影是水门,佩恩大概率会用TB计划,播放水门是火影忍者中很有人气的角色,在人间大战后期的神级战斗中,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因此有网友不禁会想,如果水门还活着,佩恩还敢来墓业吗? 在分析之前,先要排除一些情况,这里就假如说是水门在与面具带土九尾的战斗中没死,其他的情况不变,所以也不用说什么妇女只有飞断,用心久奈姨妈威胁的事情,另外名人也不参与战斗,只是把当时的名人换成死前的水门,那么他能顶住佩恩六道吗? 播放水门在火影忍者中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恶天才,卡卡西说是天才很大程度上,因为血统继承了木叶白牙,与之波幼,止水,他们都有血迹献剑,而水门在没有家族背景,没有血迹献剑的情况下,竟然成为火影,而且还被自来也评价为,他是十年难得一见的天才,如果他是我的孩子的话,一定会让我很骄傲的吧? 播放水门展现出来的能力有,螺旋丸,献鼠,飞雷神,尸鬼封禁等,虽然没有很华丽的大型人数,不过凭借超高的智商,加上对飞雷神的活绝活用,他的战绩不凡,在第三次人界大战中,水门凭借飞雷神之术,瞬间干掉敌方五十多名忍者,曾与爱,其拉比打成平手,被爱评价为人界速度最快的男人,螺旋丸就是他创造的攻击性人数,配合飞雷神简直好用到爆, 而他对战的佩恩,是活影忍者中首位神级角色,作为大米批发商的他拥有轮回眼,共同势力,可吸收人数,可复活其余佩恩,可通灵神兽等,六人组团作战,天道佩恩,更是会神落天征,万象天隐,和地暴天星等神级人数,当时名人能够打败他,也有嘴端的成分在内,对于这样的来敌,水门能够挡住吗? 当时,佩恩来墓业是为了抓九尾,顺便送戴米,如果水门在旧权当条件不变,另外名人不登场,把刚手换成水门当活影,个人感觉水门还是可以击退佩恩,甚至因为他的实力,佩恩就不会进攻墓业了。 这一点可以参看名人出生那天,面具戴图策划许久,才敢靠着九尾封印,削弱进攻墓业,而水门即便在诸多顾及之下还是守住了,虽然他对的只是血伦眼戴图,但当时他的实力也不容小觑。 另外,佩恩最大的弱点其实就是智力,可能是因为他的实力碾压,所以从来都没有怎么好好思考战斗技巧。 这点在与名人自来也的战斗中其实表现得很明显,可以想象以水门的谨慎加上他的智力,在开战前就会做好飞雷神标记,这样地暴天星等人数对他来说就没用了。 而佩恩神罗天征五秒的冷却时间,就是他的死穴,在这段时间秒杀五十人者的水门,对抗六道佩恩足矣,说实话,水门的战斗力真的太bug了,所以才会被作者在早期就用那种方式写死,后来到了神仙打架环节,才敢绘土转生出来,最后还是那句话,得飞断者,得半边天,当年要是带土加飞断,一个偷心酒奈姨妈一个舔,别说水门老货,灰叶估计都扛不住吧。 品读影视感悟人生,欢迎关注。